哈喽大家好,我是薇哥 米月的新皮肤白金金已经上线 那么这款皮肤是否值得拥有呢 今天我们就拿白金金和米月的宣太后 对比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两款皮肤的出场动画都比较相似 就没有什么特别酷炫的动作 但宣太后看起来会更大气一些 两款皮肤的半神像对比 米月的宣太后会有金光闪闪的效果 这一点自然还是宣太后更好了 两款皮肤游戏中的造型对比 白金金看起来比较秀气一些 宣太后看起来就比较华丽一点 宣太后还比白金金多了待机动作 和个性的回程动作 两款皮肤走路动作对比 宣太后走着走着就会飘起来 这一点白金金还是不如宣太后啊 一技能特效对比 宣太后是凤凰的特效 而白金金则是蝴蝶的特效 视觉效果上还是宣太后的更好看一点 二技能特效对比 两款皮肤丢出技能后的效果 和一技能差不多 只不过蝴蝶和凤凰都变小一号了 白金金二技能命中敌人后的效果 会出现一条紫黑色的吸血线条 白金金的本体会发紫白色的光 宣太后二技能命中敌人后 会出现金黄色的吸血线条 而宣太后的本体会变成金黄色 看起来就像在燃烧 三技能特效对比 白金金的特效 展示的是三位鼓火的效果 而宣太后展示的则是金色火球的样子 两款皮肤三技能特效各有特点 算是五五开吧 最后总结一下 在特效上宣太后是碾压白金金的 不过白金金毕竟是死尸皮肤嘛 价格会比宣太后低 而且白金金还是一款线定皮肤 以后还会参与投票还场活动 而宣太后只要有钱就能拿到 所以如果你是皮肤收藏胆的话 反正可以根据自己个人情况入手 如果你只是娱乐玩家 那么拥有芈月赛季皮肤或者半生皮肤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两款皮肤也都是可以免费获得的